长期大便不成型是怎么回事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邹百苍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 所谓大便不成型 就是大便不成条状 出现大便就是吸软 或者比较烂的一些大便 水一冲很容易散开 有时候还会夹扎一些 没有消化的食物残渣 但是它大便次数不增多 和腹蟹的鉴别就是 腹蟹也是大便不成型 成糊状或者吸水一样 但是大便次数会增多 而大便不成型 大便次数不增加 因为大便不成型 也可以建议一些气质病变 比方炎症 甚至一些肿瘤 也会出现大便不成型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还要去急急去做检查 包括腾肠胃的化验 节育肠镜的检查 就是如果大便不成型 时间比较长 于是可能就是有病变 常见的就是炎症 甚至还少见的病变就是肿瘤 所以我们还要积极 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就诊 俺 让这些人数不成型 点满 我按赢 我的�� 我按赢